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 麥月梅開心果冰皮月餅 我們現在在製作皮的部分 將材料除了粉之外全部在鍋子裡面煮滾 煮到白油完全的融化 將煮滾的材料倒進粉裡面攪拌 攪拌到看不到任何的麵粉 並且麵團會變光滑 會到這樣的狀態 用保鮮膜將麵團包起休息15分鐘 下面團分成三等份 分別抹上紅色和綠色 夾麵團均勻的染色 使用蔓越莓的配色 蔓越莓的餡料 接下來我們製作內餡 然後我們加入開心果仁 將開心果仁和蔓越莓餡料混合 餡料也是25克 接下來我們來將餡料和皮做混合 每個皮的重量是25克 把皮掰拍扁把餡料包進皮裡面 底部風景滾圓 取一張保鮮膜 將它對折 然後再對折 大約是一個四方形的大小 然後將做好的冰皮 放在保鮮膜的中間 類似捲糖果的方式 將冰皮捲在保鮮膜裡 捲緊之後放鬆 就完成了我們的冰皮和果子 將綠色的冰皮部分把它擀平 然後利用小刀的背面 做出葉子的紋路 利用花嘴的後面大的部分 在我們的葉麥上蓋一個 這樣蓋好的葉麥 放在我們的冰皮月餅上面 就完成了